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艺术的木雕 艺术上面的成就 事实上已经是在台湾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 特别是在所谓的景观的雕塑上 那到底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个领域来 很多人当然难免都会说 那一定是从小然后从以前开始对艺术工作有兴趣 可是我们刚才这一段描述 对这位艺术家来讲完全不适用 因为他真正转进这个领域来的时候 他已经要将近50岁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从50岁转到景观的雕刻 然后到现在年龄过了70岁 其实时间也不过才20年的时间 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面 他自己走出了一条 开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雕刻的路 而且也让台湾的木雕的艺术走进了世界 而且里面还有非常浓厚的一个 我们华人非常熟悉的中国山水景观的特色 到底他是怎么样办到的 那是什么样一种热情 使得他在中年以后会转到这个领域来 他碰上哪一些贵人 那待会回来我们好好地来访问他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景观雕刻大师张静从小爱艺术 却因为经济考量被安排到中表店当学徒 后来到日本进修 成为当年国内少数的流日艳光师 但是他对艺术的未了心愿 终究在经济有成 年近50之后得以实现 从数十艺术到学习雕刻 张静以天赋和努力 和师兄朱鸣一样 成为已故国际名家杨英峰的弟子 看他俐落的身手 不像是年过七十的人 而且也因为曾开眼镜行 最懂护眼之道 他为自己设计了多胶特殊眼镜 所以到现在张静都能够精雕细琢 以灵魂之窗标出这些具有生命力的作品 呈现鬼斧神功的山水景观 花莲泰鲁阁峡峡谷的天然奇景 给了张静许多创作灵感 它以粗犷刀法呈现泰鲁阁 狭长高耸的磅驳气势 又以尖鞋直立凹陷等刀法创造山脉机理 在恩师杨英峰的指引下 他的木雕作品 为中国千百年来的木雕艺术另辟蹊径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 一个木头一体成型 里面也有小动物 也有人 有山有水 这样子磕的在我们世界上来说 你算是第一人 不管你这样子磕 人家肯定不肯定 都无所谓 你还是选磕景观的路 不能跟你苏兄磕人物 什么其他的都不要了 这样你才能走得上来 张静依照师傅杨英峰的指引 除了专注于山水景观雕刻 同时将作品简化 多些灵气 少些繁复 可以说把中国山水化的意境 立体化了 中国的最代表性是 那个长江里面有一个赤地 坐船在那旁边 蛮震撼的 也是蛮惊险的 当初的那个三国旗 也是在这里展现赤壁大战 所以这蛮有典故 它的那个弯曲 还有水的波浪 还有古代的那个 碑加墩 这样子的左洞 整个这样 讲起来 像在大自然界的这个山水当中 是蛮有代表性的 这个水的部分 我们也是用那个刀 一刀一刀慢慢磕 让它的水有波浪 这个山表 我们也是慢慢地吐 慢慢地吐 山水的自然而成 我们是感觉 它应该是大自然 这样子的力道 才能完成这样子的 美丽的一个景观 身为基督徒的张静 也擅长结合圣经故事 这件用台湾千年牛章刻的仰望 以羊群表现上帝的子民 从信仰中一步步迈向光明 而这件作品表面经过处理 看起来变得不像木雕 在室内可以保存几百年 这个是台湾的那个防洋木 这么大的一块 现在可能很难找到 给它磕成我们最原始的一种 最古代的恐龙时代的作品的味道 用那个矿物质的无化原料 去给它染色 这不会脱锁 就不会脱锁 它让它变成很古代味 加那个保护墨料 我们还用那个波润 它就会把它泡泡 给它变化 给它均勉 所以看起来就很重 改成说 你如果不知道 这一块好像是大的作品 张静喜欢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 日月坛的温柔梦幻 如果能将它和太鲁阁的 险峻地貌结合起来 就成为更令人向往的人间仙境 一个是在东央山脉 那个太鲁阁 它的山边 旧边都很惊险 还有我们在台湾的中心点 有一个日月坛 我们这个是代表一个 日月坛的一个精华 日月坛在海拔七百岩 可以有一个水 它是多水 这样子两个景点合在一起 这个两个人表示说 欣赏者就可以一定要爬到 比较危险的地方 就是险境拓拔 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景点 陈思蒋公行馆旧址 现在化身为日月坛新地标的日月行馆 就在居高临下的观景台 展出张静的作品 让日月坛的美和大师作品相互辉应 我认为意识它本身是有一份创作 更有一份生命 就要看创作者它本身的意境到哪里 我对张老师的作品 我感觉到它的意境是 融入了到生活去了 到大自然去了 我们这里最美的 也是整个大自然 日月坛最美的一个风景 能够在这边秒看日月双坛 这个就是特色 每一个游客也好 每一个住房客也好 走到这里 看到了大自然 它拥有了 又走进来 看到了另一个生命 一边欣赏大自然 一边欣赏张静的作品 更能领略它极简棒薄的大气风格 文人正是 带你进入张静的雕刻世界 了解他中年后才开展的艺术人生 是不是很了不起 中年后才开展的艺术人生 就能够走出这样的成就了 真的 我们也只能说 真的老天爷就是疼惜 某一些有才情的人 即使是前面耽搁这么久 但他只要一出手 他就能够很快地追上很多的人 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景观雕刻大师张静 张老师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张老师你好 张老师你好 大家好 张老师 刚才我看到 你自己在看到自己的访谈 看到刚才那些作品 然后心里面还是有一些感触吧 是 很感恩 不是感触 是很感恩 听说真的是50岁才开始转过来的吗 49岁底 对 差不多接近50岁的时候 49岁 那时候我听说你是已经自己开眼镜行对不对 对我们眼镜行在中南部台湾来说中南部 很赚钱 蛮有名气的 张眼镜 你在那个之前自己曾经想过想要做雕刻吗 没有没有 都完全没有 是 你以前小的时候也没做过 以前很会很喜欢画画 小时候在四五岁的时候 我妈妈说的不是我自己 她后来才给我讲说 其实上我很小大概四十岁多 还不到五岁 就会拿那个红装 拿那个钉子 用石头自己 在那边打打瞧瞧 打到那个找不到人 找不到小孩 后来找到了才知道说 你手上很多那个红红的 到底是流血呢 还是那个装的那个 沫末 后来才知道 打把整个手都打伤了 血跟那个红装的粉末都混在一起 所以这样子表示说 后来我杨英峰老师给我讲 这个应该叫做天分 我们刚才前面影片里面 也有介绍 说你小时候经济情况比较不好 所以你其实很早就出来工作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卖过冰淇淋 冰棒 冬天就是卖蛋糕 夏天就是卖冰淇淋 然后后来再到眼睛行做学徒 那是在16岁以后 16岁以后 因为晚上要去夜间部读师 白天就去那个钟表眼镜店去学习 去学 所以这个过程中从来都没有碰过雕刻 没有 49岁 那个老师他很介意 他一直跟我讲说49岁九个月的时候 49岁又九个月的时候他决定要转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是基督徒 后来我一个晚上 睡觉的时候 大概晚上一点多 有一个闷 就是买买 买买 买买 你现在应该可以 越以时间去做雕刻 真的 你要学习两年 你要做的不是学习 你要自己学习 要两年时间 然后会给你安排一个出路 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有醒起来 我有醒起来 感觉到好像一种跨恋还是跨心 所以我就在睡觉了 后来睡了之后 觉得大概只有二十分钟左右 又醒过来 又蹦到 声音更大 又来了 声音又更严肃 那很严肃地说 为什么我给你讲你都不听 你要好好的学习雕刻 用木头去雕 因为你心边有很多木头 我喜欢做那个盆景 事实 求救也是 就是那个盆景 盆栽那个 有些东西 会重重重 会死掉 那我们就拔起来 放在旁边 那些都是材料 他说材料在你旁边 你刻那个盆景的东西 一定要用动刀 那你雕的刀也在旁边 你为什么问说 哪里去清拿 哪里去学习 哪里去做 后来我真的利用那个 九月十六号的我们的工修 工修的时间 我真的去拿那个钓刻套 就开始 开那个一只那个什么 七里香的木材 磕磕磕 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磕一只小鸡起来了 一只狗狗就跑出来 那个小鸡在斗米 通米 我女儿刚好那个时候 在狗小五年级 她看到我那个 一个半小时 磕一只小鸡 她很喜欢 说爸爸这个小鸡给我 那个时候我才大悟说 我们人很多 不是完全了解自己 上帝都知道 所以这样一起试试 那好 那既然是这样 我第二天的早上 我就跟我内人 我太太讲 还有我的业母 他们讲 她反而没有反对 那她觉得说 这个也许是上帝的号召 没错 待会儿回来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一个梦 一个上帝的感召 那使得一个 49岁有9个月的 做得很好的 一个眼镜行的老板 决定要转行了 转行之后 他怎么开始的呢 除了磕那个小鸡之外 我们晓得 后面他还需要 他还需要一些 技术养成的过程 对不对 包括在梦里面 告诉你说 要两年的时间 是是 待会儿我们来聊聊 他后来去了哪里 好 刚才我们的张静 张老师呢 已经告诉我们说 他如何在49岁 有9个月的时候 因为一场梦 然后决定要重新